不是,那個對象不是 主要揮困的人 不是我朋友 他是透過第三人轉圈 他是辦念的名稱 因為我看一個寫的五星級 就是五星級 因為他如果真的要跟你借錢的話 他幹嘛不請你直接回第三方 還要透過一個第三方 可是你試鎖在那看一下嗎 我知道,我先這樣看一下可以嗎 以前沒有過這種交易的話 又不是他本人的帳戶 因為可能會有一些洗錢之類的疑慮 如果萬一有什麼狀況的話 他會牽涉到問題 他這個銀行帳號地址是在國外哪邊 在菲律賓 因為不是第一個 我們聽起來的狀況很類似 所以特別跟你關心一下 所以你跟他那邊有通話 你打給他 他都說他手機沒電什麼的 一直照借口不經理電話 然後之後他那個地址還給你一個 5星級飯店 他只是說五星級飯店 他沒有說飯店的地址在哪裡 因為他如果真的都沒錢 他應該不會去住一個五星級飯店 對阿 而且他手機都 他手機你不是打給他 他都說沒電 那個飯店不是他現在待的地方 我也不曉得他是 對阿 所以我們是覺得阿 如果在海部 親所動一下看建議要不要 問清楚一點 然後看是怎麼樣以後 再把這筆錢揮出去 因為真的你回到國外以後 就非常難追回來 對啊 那也不是說他 你的朋友一定是 要騙你還是什麼 我看你們對外紀錄 你們比較像是在網路上認識的 不像是朋友 因為你們的對外方式 不太像是 你跟他是已經認識的朋友 本所接獲金融機構通報 民眾有異常匯款狀況 警方立即敢抵了解 被害人堅稱自己是為有人而匯款 不願接受勸擾 後今遠景指出其中異常裡的細節 終於使被害人放棄匯款 警方呼籲民眾誤親信網路交友 遇有可疑情況 請立即撥打165反詐騙專線 或110報案專線查詢 以免成為詐欺案件的被害人 請訂正訊 請記錄 請貼文 請進 請記錄